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昨天下午开始登记到24号 包含了住宿券 想购券 艺文券 运动券 市集券及农好券 这六种票券共发行了69.6万份 期盼借此振兴受到COVID-19影响的市区商家 熊好券深受民众喜爱登记踊跃 台北市政府在宣布振兴推出2.0版本 18号开始到24号 民众可以到台北通官网与超商iPhone登记 并且改善之前当机的情形 启动虚拟等候式的排队机制 登记人数多时自动开启排队机制 以开放较久的时间让民众登记 这个疫情在趋缓 那检讨我们在应付疫情 其实分四个部门 防疫疏困振兴转型 防疫当然就是感染人数要少 或者说得病的话怎么去医疗 防疫 大概还是不可费言的 这个特别在疫情 再加上二乎战争通货膨胀 的确贫路悬殊的效果会更明显 所以对于这些在疫情当中 受这种受伤害的这种底层民众 怎么去紓困 就是社会局很大的工作 因为我们看从统计数字上看起来 的确这个穷人的伤害是更大 那再来就是振兴跟转型 固然在疫情去完以后 要搭配一些活动开始做产业振兴 不过对我们来讲 从国外的例子 除了振兴以外 更重要是如何在振兴过程当中 让台湾的产业转型 那事实上一化是一条没有办法回头的路 它一定会继续做下去 那重点就是我们能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把台湾的产业社会 做一个更有效率的转型 那我们去年就开始做 先好我觉得1.0 当时是花了5.53亿 那找那个台湾商业研究 去做研究分析你知道 大概那个倍数效果是1.72倍 所以我们大概花5.53亿 最后创造是9.52亿的产值 那但是这样 我一向做什么事情 一定要写检讨报告 我们去年那个熊好券 就做了一次 发现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你知道 大折恒大 什么意思你知道 因为如果你这个产业是本来就异化相当 相当有异化的 那么现在这个熊好券用这种异化的方式去发的时候 那些本来就准备好的企业 受益更大 所以后来我们在这个 去年熊好券最大受益者就是我们的连锁店 因为它本来的系统就很好了 所以我们在 我当时看起来好像是我们前10%的店就收到 10%的店收到90%的产值 所以 当然是这样 这分两个部门来考量 一个是如何辅导中小企业 依法 那这个我们大概 本来是有编两年两千万的这种叫数位大使 数位天使的这种概念 如何去辅导中小企业 不过我参考新加坡 你知道 新加坡大概一年是失意的费用 所以我们最近有在思考说 如果整个台北市的中小企业要加速转型 你知道 到底我们政府要用多大的力道去协助他们 这有另外一个案子在处理 本来就有在做 但是我觉得两年两千万这个力道不够 因为新加坡大概是一年就四亿台 比如说换算过来大概十亿台币的经费 所以 如果加速中小企业的数位转型 让它追上这个世界潮流这个目标 再来就是说 那我们在这边还是本身就要思考说 如果让熊好圈2.0更好用 那么 我们还是认为熊好圈2.0用依法方式来发是比较好 为什么 第一印刷要钱 还有印刷以后 防围是一大问题 防围 他弄假钞 假钞 又假的消费券 这个 收要钱 运送要钱 你发到所有的老百姓手中 这个要钱 然后商店收那个保管也要钱 兑换也要钱 要成本 所以发现如果不异化的话 我们这熊好圈花下去 结果最后 大部分的钱都花在这个 行政成本 不是很好 那么 现在如果 而且对店家来讲如果用熊好圈2.0 他消费完了钱直接到云端 直接转账到那个去 所以不管怎么想 熊好圈都是比较好的 不过一开始 还是有这个 这个议员在抱怨说 那你都用 只用台北通 不过这样 当然 唯一的话是不太恰当 所以我们今年事实上用自然人平证 健保卡 你到网页或7-11的 iPhone去登记还是可以的 不过我还是鼓励大家用 台北通 去年发雄好圈1.0 就大家一拿到 因为那个联手店 第一个它抑化程度比较高 第二 我们国人的消费习惯会去 点索店 所以 我们全家全年是最大的受益者 那今年在想说 如果再用 套用去年的模式 又会出现那个10%的店家 吃掉90%的 金额 所以现在方法就是说 要引诱你去这些地方 因为你去 消费了他还会再给你捐 这样就 这个叫政策导引作用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大家一开始就去 我要的店去消费 现在有这个的话他就想 那我先去 反正 反正这个用完还可以 然后300 还有 花300 还有300 就把他引诱到这些去 那像运动产业 我知道 健身房在 在过去三年很惨很惨 所以健身房 还有这个 衣文券 那个 像这个也是 就受伤比较惨的产业 把倒克作用 目的是这样 就是这样啦 一开始我们是想购券是 抽奖比赛 你去抽到 汽车抽到什么 百万赠送 那只有一个人爽而已 这个是 这个你消费每100个 你就可以再抽一张 这个叫做 这也是 在经济学上 你把财务集中在少数 比方说你 你一个人就有 1亿的财产 1亿 赚了1亿块 你 你不会怎么用 因为你不想要干什么 可是你 1亿如果一人1万块 分给1万人的话 他在市场上产生的倍数 效应会比较大 所以这个也有科学基础 你财务集中在一个他去消费 消费不多 你给他分散 每个都去消费 产生倍数效应会比较大 为了鼓励店家加入振兴行列 并了解如何使用 及收取熊好券 以提高店家收券意愿 活动也提供5000份 想购券给想购券商圈特店 及1万份市集券 给市集券合作店家 作为店家体验使用 更推出店家收券 激励方案 熊好券每收一张票券 将额外对店家激励加码5% 等于每收100元电子票券 北市府将合销时 拨付105元 让疫情受创店家感受到振兴 更要持续深化 传统店家感受到数位转型的便利性 记者温云君台北报导 现代社会工作忙碌 还有经济的压力 造成结婚率与生育率低下 少子化的问题 已经成为国安问题 未来要提升单身市民 婚育的机会 台北市新一区公所 特别在松山文创园区与台北文创大楼 举办穿梭松烟 寻找幸福记忆的单身联谊活动 以设计各种聊天主题 还有玩实境解谜的游戏 为参加者创造配对的机会 画面现场是新一区公所为单身市民举办的穿越松烟 寻找幸福记忆的单身联谊活动 参加民众是涉及台北市或于台北市居住就业 就学的25岁以上到45岁的单身市民 活动设计轻松活泼 有开场的自我介绍 互动小游戏 彼此渐渐熟悉后 再安排各组成员 漫步到松山文创园区 进行实境解谜游戏 找线索找答案 制造彼此认识与互动的机会 参加民众说 交友方面主要还是看个性与谈得来比较重要 因为就是之前没有参加过这个活动嘛 然后想说这次有机会就报名看看 因为想说认识一下新朋友 然后了解一下联谊活动在做些什么事情 我个人是没有设限说一定要什么样的一些标准 我觉得交朋友都是很开放的 那当然就是大家朋友啊 第一个是说面对面然后看谈不谈得来嘛 那保持很开放 就是很愉快的心情交朋友 那没有说设限就一定要什么样的标准 那如果说大家可能欢迎这样子 嗯交交朋友 因为工作上都是男生比较多 对 想说来认识一下你 对 以合得来比较重要 对 呃就是说朋友圈跟工作上认识的人 比较多都是女性 然后就会想说 呃那就 就是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来拓展一下自己的朋友圈 这样子 呃我其实没有设定太多耶 就比较随缘一点 对对对 我们工作呢 这次办的呃单身联姻活动 最主要呢 我们是希望能够鼓励我们的青年男女呢 能够在适临的适婚 好就能够找到他理想的目标 然后能够营造他们幸福的人生 那呃现在呢 由于我们的生活非常的忙碌 大家也都知道年轻人可能工作都非常的繁忙 所以大家平常可能也比较缺乏一些交友的机会 哦也使得我们台湾一直以来就是那个不分不生的状态已经变成国安问题了 那呃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呃能够让这些可能忙于自己的工作啊家里的事情的年轻朋友有这个机会走出来互动 那能够呃借有一些轻松的呃有趣的活动来认识他们可能就有机会遇到他们未来合适的另一半 那我们这次呢特别选在松烟这个地方哈哈这个地方在年轻人的心目中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文创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基地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再透过一些自然互动的活动的设计 让大家在一个很轻松愉悦的呃状态之下能够扩大他的交友范围 呃如果他们可以找到呃互相能够契合的另外一半也是我们最大的目的 而透过官方举办的单身联谊活动 专业的安排各项流程也让参加民众感到安心又放心 去公所比方说像官方这样的办理的对我们来说会比较有保障一点 因为怕说有时候碰到一些诈骗啊这也是有可能的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比较理清说这边是官方是政府办的活动会比较有安全性的一点保障这样 那就是我觉得就是蛮贴心的啦 对对对所以我就会想说就是来试试看 呃那我们呃台北市的12个行政区呢呃其实每年都会举办这样子的单身联谊活动 那其实最主要的我们是希望透过由工部门来举办这样的活动 那我们在整个流程设计啊呃受理报名的过程我们都会特别的严谨 那我们在选取一些活动的地点啊或者一些呃活动的设计也都会有更多的呃资源跟更多的呃活的项目可以融入 那希望透过这样子能够提高我们年轻朋友参与这样子活动的信心啊让更多的人愿意来参加这样子的单身联谊活动 新一区公所说单身联谊活动也落实内政部鼓励支持年轻族群逝林婚育 及早完成人生目标的人口政策目标 希望透过轻松互动的交流过程鼓励单身市民把握机会抓住缘分为参加者创造良缘 穿越松烟寻找幸福记忆 耶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南港区域成立除了开办银法乐活课程 里长黄聪志也向社会局争取专案补助 与国际师子会300A1区的赞助成立全国首创的社区电竞基地 提供青少年多元学习与探索的机会 未来也将推出轻盈共学的课程 促进祖孙间的情感打造幸福社区 你眼睛最主要是要看得到敌方 所以像刚刚这种情况 你可以选择直接把眼插在路上 然后最后后他推到哪就值得 参加学员聚精会神的学习电竞技巧 南港区域成里里长黄聪志 为了提供青少年多元学习与探索的机会 特别向市政府社会局争取专案补助 与国际师子会300A1区的赞助 打造数位竞技学习基地 开办全国首创的免费电竞学习营 邀请专专业的电竞教练带领参加学员 认识电竞特色 担任里长这三任12年内 发现我们社区的青少年 还是没有说很 让他们很踊跃的融入社区 问题是本来我们就要规划 社区青少年他喜爱的活动 给他们要的空间 所以本来三年前就规划 要做电竞基地 所以这个电竞看到的电竞 电竞也是三年前 请社会局就已经先采购的 然后后来中间再找经费 终于三年后我们找到了 跟社会局额少科找到了这一块的经费 所以就建置这个电竞基地 这环绕的影响一定要有 要有临场感要比较震撼 因为在比赛的时候 那个临场感还有空间的规划 空间的规划 选手的规划 我们让进来的时候 就有那个view 那个情境的布置 所以希望这个场地 能接受大家的喜爱 所以其实我们刚开始规划的时候 市政府是没有提供设备的 一切都要自己去先把它装置完成 这个这是我们办活动 很重要 为什么要让它成功 就一定要自己先多费一些心思 也可能自己要先出钱出力 才能够完成它 这个的性质比较像是一个电竞营 那会以让他们体验电竞选手的 大致上的体验为主 然后跟他们讲一下 可能电竞大致上是干嘛的 然后对于这块产业上面 可能有个概念这个样子 就是电竞现在慢慢被认可为 算是运动类型的竞技项目之一 然后以前的话会 应该说我们现在会比较把它区分成 像是棋类的那一种 意志类型的运动项目 就是有别于一般的传统运动 什么棒球篮球这些 那电竞可能会是更着重在团队啊 精神层面还有一些游戏策略上 就像你在下围棋那些一样的 这种运动项目这样 一开始我就是 我有看到就是那个活动 就是有张贴的那个活动 然后我就看到 好像可以参加看看 然后就跑来参加了 透过完善的大萤幕与音响设备 未来也将发展亲子乐龄运动游戏 服务5到18岁的儿童与青少年族群 也将规划融合世代的亲吟共学课程 促进祖孙间的情感 那我们台北这种社会局 俄少哥也是对于俄少的夫也是5到18岁 然后这个场地有请师子会赞助 赞助一些经费 那未来师子会 国际师会在全世界有一个 也有一个活动课程叫师子探索 一样也是5到18岁 他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品格 然后再来你的你的记忆力的养成 然后再来最后是技能的养成 一样有三个阶段 所以这个未来还是可能跟儿少科 跟国际师队的试探索可以做个连结 可以做个结合 可以规划一些更青少人更喜爱的活动 这是我们的目标 让年轻人5到18岁的这个族群的年轻人 能进到我们社区 融入社区 那以后可能就是所谓的清吟又共融 青少人跟吟法 未来我们还要规划一个城市定向运动 那个定向运动就是我们的 幼就进来了 就是我们的爷孙那个就进来了 所以这个场地的规划 不仅电竞是起始 开始而已 未来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规划一些创客 可能会变成创客的基地 创客就是我们规划一些3D的课程 咖啡拉花雷雕机 这都在规划当中 这个师资团队都已经 都已经都在正在规划当中 那以后可能直播啊 青少人的直播 网红的直播啦 甚至这个地方可以当做社区的电影院 还有英语的互动式教学 这个场地我们可以好好的利用 最主要要融入 让所有的我们社区的族群都要照顾得到 所有的族群照顾得到 让儿少5到18岁 甚至妇幼 引法 大家全部进到这个空间 大家一起来 清吟幼共荣 育成李皇聪志里长说 为了加强照顾里内的各年临层 他将尽力串联各项公部门与民间的资源 开办各种创意课程 打造健康快乐温馨的社区生活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HOME PLUS中家宽屏在地影像赔利与针剑计划开始咯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公布奖励 那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家新闻FD粉丝团 或扫描针剑简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 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好戏开罗咯 台北市艺文推广处举办了111年 掌中戏观摩会演 由12个剧团带来精彩的演出 分别在松山国小广场及北投七星公园 各演出六场 邀请民众免费前往欣赏 台北市艺文推广处举办111年掌中戏观摩会演 17号晚上由新快乐掌中剧团带来狄青会姑母 尽管外面下着细雨 确认性民众带着小朋友前来观赏一堵传统戏曲的风采 这一次呢 艺文推广处呢 特别选在松山区有这样子的一个艺文推广掌中戏的活动 那在这个我们松山区的车站出来 在慈悠宫的前面的广场有这样子的一个展演 总共有六场 那预计在这个10月19号演出完毕之后会移到北投 那欢迎市民朋友们可以踊跃的去做这样子的观赏 对于这样子的艺文作与支持 111年掌中戏观摩会演 邀请12个不同剧团带来精彩演出 拼场较劲意味浓厚 观众也可以欣赏到不同剧团的演出特色 我们从10月14号开始呢 有一连12天的掌中戏会演的演出节目 那我们掌中戏会演呢 就汇集了12家不同的掌中剧团 那我们前六天呢 从10月14一直到10月19 像今天进行的真快乐掌中剧团呢 这是我们的第四场 那它是一个传统的剧团 那今天演出的呢是古路戏狄青惠国母 那10月20到25号呢 我们会在七星公园就也是在捷运站旁边哦 捷运新北投资站2号出口一出来就会到七星公园 那我们也会有一连六天的掌中戏的演出 那其实我们这连续12天的这个掌中戏的演出啊 就有一点像我们传统呢 这个戏台拼台较劲 在拼戏这样子的意味 然后呢也都是免费的户外演出哦 就是非常欢迎所有的 就是左邻右舍可以休旧来看戏 掌中戏观摩会演 10月14号到10月19号 在松山国小广场 10月20号到10月25号 在北投七星公园 每天晚上七点演出 相关演出讯息 可至台北市一文推广处网站 或大道城戏院脸书查询 欢迎民众免费前往欣赏 感受布袋戏的魅力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习事局破获了一起跨境运毒的集团 将第二集毒品大麻提炼成膏状 并将外包装伪装成沐浴油罐 夹长于国际包裹 从美国入境台湾 总计查扣约4公斤的大麻糕 初估市价超过新台币2000万元 标签上写着8D欧油的罐子 里头装的却是大麻糕 刑事局破获一起 以失信男子为首的跨境运毒集团 将第二集毒品大麻提炼至膏状 并将外包装伪装成沐浴油罐 夹长于国际包裹 自美国入境台湾 总计查扣约4公斤的大麻糕 初估市价超过新台币2000万元 我们查获的地点包括了台北市 跟新北市的地点 那我们查获的宣判在第一案里面 我们总共有查获的私姓男子 等4名的嫌犯 那第二个案子里面 我们有查到谢姓男子 等7名的嫌犯 那查扣的张政户法 我们在第一案里面 我们总共查获的大麻糕有10瓶 那毛重有4200多公克 那第二案里面 我们查获的东西包括大麻电子烟弹 这个是一个制程品项 有96支 还有大麻烟油 还有大麻剪烟现金 以及银色的转门手枪 这把手枪我们已经鉴定了 它是属于自制手枪 那子弹有29花 29颗 另外在大麻花有两包 大麻砖有三块 这个大麻砖的部分有810公克左右 那这个案子啊 这起源于我们一开始在查 这个境外走私 大麻毒品的这个相关案子的发现 我们现在由于这个疫情的关系 这个走私集团 这个护法集团 都利用这个包装去做演示 把那个大麻 制成大麻包的这个状态 然后利用这个包装 以及包裹的演示 然后把他运送入去 那另外啊 他这个大麻成品部分 他把它制成所谓的大麻 电子烟蛋 利用这个大麻 这个吸食器的部分 去吸食 来独立 这个部分是 是我们发现的状况 那第一个案子的时候 我们在4月份的时候啊 我们是接获了线报 针对这个 市的这个对象 我们实施监控 然后发现他在4月6号的时候啊 就是在运送这个毒品过程当中啊 我们就手照醒来 在台北市地方 他居住的地方 这个私性男子居住的地方啊 把他查过大麻 那第二个案子啊 我们是之前 我们另案子侦犯溯远案子的时候啊 我们发现这个 这个谢姓嫌犯啊 以及蔡姓嫌犯 还有阳姓嫌犯啊 他们啊 就从事贩卖大麻 这个相关犯罪行为 那我们针对他们住居所 以及他们常常具体的场所 我们去搜证以后啊 我们对向这个地方保验啊 申请搜索票实施的 那个搜索根据 这个查理行动 然后查获的 查获到相关的大麻烟弹 等东西 然后把它代案侦犯 我们在此啊 我们要跟大家报告的 毒品材犯也是我们 政府一贯的这个 治安重点工作项目之一 那我们针对于啊 这些不法集团利用疫情期间的时候 使用各种掩饰的方式啊 以化整为一个方式啊 将这个大麻毒品啊 或者是相关毒品啊 这个用邮包寄送的方式啊 入境 我们一向都是秉执着 就是将毒品 组结于境外跟查获 去见面的这个查获的颜值 来加强来查获 曾山大队随后侦办 另一起毒品溯源案件发现 贩毒集团主贤29岁 谢姓男子 蔡姓男子 以及杨姓男子 疑似从事贩卖大麻毒品 并于住处起货大麻电子烟蛋 大麻花 以及大麻砖等张证物 全案讯后 依涉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送北检侦办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怎么吃才符合健康的标准呢 台北市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将六大类的食物与我的餐盘口诀 国民饮食指南等原则 结合专业的营养师 厨师及烹饪老师 共同编制唇册 内容很清晰易读 而且容易执行 欢迎大家参考使用 我的健康餐盘手册 结合专业营养师 厨师及烹饪老师 共同编撰 以浅显易懂的图文 并茂方式呈现 并编制饮食记录挑战赛 帮助民众在做选择时 能明确地将高热量食物 替换成适合的餐食 鼓励民众将我的餐盘 均衡饮食图像及口诀 应用于日常饮食 我们常听说要怎么吃的健康 但怎么吃才能工作 有健康的标准 所以我们大国区健康服务中心 就将六大类的食物 和我的餐盘口诀 结合编制成册 所以可以照着我们健康餐盘 轻松来实践健康饮食 那手册的内容包含了 国民饮食指南 该吃多少卡路里 和健康菜色自己来 还有素食的饮食原则 那这些手册 就是内容符合了 清晰 易读 易理解 民众容易执行的 健康行为的健康传播素材 所以也荣获了 微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 2021全民购健康 健康心意购 全国手册类的金奖 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使用 那健康餐盘手册 我们是结合专专业的营养师 厨师和承论老师 来共同编撰 浅显易懂 图文并茂 能够帮助民众在做选择的时候 能够明确的将高热量的食物 替换成适合的餐食 我的健康餐盘手册中 也透过QR Code扫描 可以观看健康服务中心制作的影片 让料理更简单易懂 跟着影片就能制作美味佳肴 例如这道彩酥拌凉粉 从食材准备到制作步骤 简单轻松就能完成 那首先呢我们今天 因为我们的这个手册里面 我们的健康餐盘里面 其实有非常清楚的看到 我们有六个口诀 那其实这六个口诀是很简单 民众可以照着这六个口诀来吃的时候 事实上的一餐就达到均衡營养的目标 那首先包括了坚果种子一茶匙 每天早晚一杯奶 那每餐水果全猴大 菜比水果多一点 那再饭跟蔬菜一样多 以及最后的豆与蛋肉一掌心的部分 我们这样子很清楚的 可以看到我们每天的摄取量 每一餐的摄取量 那另外呢民众可能我们都会觉得说 我该怎么如何去确量 我没有吃到足够的一个摄取量呢 我们可以在手册的内容 可以看到有我的饮食记录的部分 那民众就可以很简单的 我今天饿了一杯牛奶我就圈一个圈 我今天吃了一个水果我就圈一个圈 我今天吃几盘蔬菜我就圈几个圈 所以就可以清楚的去对照我的饮食摄取量 是否是足够或者是不足的 那另外呢我们手册里面 我们也利用了一些 简易可行的一些料理方式 所以民众其实很简单的 你可以用手机进去扫QR Code 都可以很清楚看到你的料理 包括比如说像橄榄油菜炖饭 那是利用好的橄榄油 以及用蔬菜的鲜甜下去炖的一些 下去进行做炖饭 增加蔬菜的一些纖維摄取 那这道料理当然包括有颧骨杂粮蔬菜油煮 那另外呢 比如说像树蟹粉爬菜炖 这道菜呢 那是利用蔬菜先下去熬成高汤 这以往的高汤是不太相同的 那我们再利用高汤来炖娃娃菜 这样子一个料理里面 我们可以吃到蔬菜的鲜甜 以及增加蔬菜的摄取量 那另外一般我们在过年年节当中的汤品 通常都是比较高油高档度存的 那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石井蔬菜豆浆锅 那这道料理呢 我们就会把它来做成汤品之后 我们可以有别于以往的年节的时候的一些高油品 高油的一些汤品 可以避免高胆固醇啊 高油脂的一个摄取 建议我们大家好能够每周从事至少150分钟 高强度有氧的身体活动 在年节期间如在享受美食之余 在防疫的规范内 可以约清晨好友出去外面走走 比较高车 适量的运动 来维持我们身体的健康 我的健康餐盘吃对了健康就对了 手册刊登于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网站 内容结合专业营养师厨师及烹饪老师 共同编制 资讯正确有保障 欢迎民众下载使用 您有看过绣针型的文创艺术吗 善用各种素材来创作的黄蜂兰老师 透过绣针模型的拟针创作 为民众保存了人生中重要的回忆与场景 现在就带您一起来探索迷你世界 当初要做这个是我决定的 那是因为我看到 应该说我看到我爸爸他走着 我就还蛮难过的 那我也是希望说 透过我用这种方式 应该是说 能保持 因为我答应过我爸爸的一件事就是说 电面要一直维持下去 但是因为要维持电面实在是太困难了 所以我只能用这种方式去把 他留下给我们的东西给抛存下来 对就是这样子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常常就开玩笑的说 我们当然也经常看到业主掉眼泪 掉眼泪 所以我们常常就觉得说 他的眼泪就是我们的这个动力 画面中这个传统杂货店的袖真模型 是黄丰然老师费时两年制作的 透过委托人提供的照片与现场勘查 还有双方无数次的沟通 终于完成 而为什么要制作这个传统杂货店的袖真模型 其实背后有一段温馨的故事 他第一时间就带回去中和的那家店 妈妈把旁边邻居所有全部都揪来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们刚才有说那个招牌有二三楼 他有去把他二三楼的邻居找来 然后就大家在那边一直看看很久 然后连那个外面跟他们租摊位的那些摊商 他也来看 他说喔 你去哪里怎么很好的 能买到这么好的东西 对 所以所以我们觉得蛮欣慰又感动 因為以前我父母啊 他畢竟是從南部北上 所以他什麼都沒有 我們可能在 像你看到外面不是說那些 擺攤價啊 因為經營一家店面 一定是從擺攤開始做起 那你有擺攤做起之後 你才會知道你怎麼經營 所以我們從小就是從 家裡沒有什麼錢的環境底下 然後開始慢慢叫 從租店面 先租攤位到租店面 到自由店面 所以我爸他把這家店看得很重要 對 那我也是希望做這個東西 能留下來 感動給我小孩 這也是我覺得也是神教的一種 就是說讓小孩子知道說 很多事情你是要努力 你才有辦法去突破現狀 讓委託人全家都很感動的 這個雜貨店袖珍模型 製作過程相當不容易 那去看到雜糧行 我看到那個東西真的傻眼 真的太多了 瓶瓶罐罐 那就是柴米油鹽醬醋茶什麼都有 對 像以前早期 我們就 人工一個一個去 去去做 現在現階段沒辦法這麼做 所以 變成都是開那個3D模 3D的那個素材模 所以開出來之後就會變成像這樣子 你看他表面都可以看到那些紋理 像這個就是他裡面可能是醬油類的嘛 醬油類的我們可能就是用那個 簽字筆 它本來是透明的嘛 那如果我們要讓它做出好像醬油 不要那麼滿的話 我們把黑色簽字筆就塗在這邊 把它塗滿 它就會有這種黑色黑醬油的感覺 還有這位在台北創業開餐飲店的老闆 因為房東漲租很無奈只好搬家 因緣際會下也委託黃楓然團隊製作秀真模型 讓他與夥伴創業的KiGetsu 能夠透過秀真模型文創藝術 把創業的情懷完整的保留下來 讓他相當感動 當他們在做這個屋子 它不是給你一個新的屋子 它就是給你一個當時你的記憶中的一個屋子 所以它是髒的 他把它做髒 然後有點那種油油髒髒的感覺 然後你會覺得說 連這個痕跡都在這裡 對啊 這就是我們當時忙進忙出的地方 第一個就像前面講的就是想要留一個回憶在 那個是一個重要的記憶點 然後第二個呢 也是讓我們一些舊的客人 我們很多舊客人 他們曾經就是在舊店面 然後呢 然後可能跟著我們到這邊來了 又或者他們後來長大了 然後也各奔西東了 沒有再來我們這邊 但是如果他們有機會回來的話 然後可以看到我們曾經在沒有回憶的地方 然後第三點也是讓我們的 以前的一些員工們同事們 就是可以看到就是曾經的 曾經就是把他們炒得要死要活的地方 對 壓這個地方 多年來 黃豐然老師與工作室的夥伴陳一生 一直透過袖珍模型 協助委託人還原人生的重要時刻 多半是記錄家庭溫情或是人生中的開心成就 今年偶然有機會與現代婦女基金會合作 但卻也遇到了從來沒有過的挑戰 因為基金會這次請他製作的模型 是關於家暴主題 它也是3D就是列印出來 可是我們特別把它割破 地毯 地毯我們故意用一些油脂 油脂 水 然後火燒的感覺 對 然後就是小朋友的玩具也丟得到處都是 就是很多個案然後看到的那些狀況 而且其實真的非常生活 包括譬如說裡頭真的什麼電風扇 然後什麼搖椅 然後椅子可能斷掉或破掉 然後吃過的泡麵那些零食包 我覺得這東西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生活的 可是其實你會發現 哇 原來一牆之隔有這麼多的故事 然後其實真的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濟 我覺得不是說我們的家庭有多麼的幸福平安美滿 其實真的都有一些問題 可是我覺得真的如果到身體是被受傷 就是受傷的狀況的話 我覺得是真的或許需要走出來 或是需要給一些支持跟鼓勵 在我們過往這些溫暖的場景裡頭 現在要把它做成特別是家暴的那種背景 對我們來講是很大的一個困難 因為他要把它做新之後再把它弄救 要把它做破這樣子 那這一次的話我們請黃豐男老師來 也就是說透過這樣的模型 然後一個家暴發生以後 家裡的情況產生了一個變化 跟他產生了一個這樣的一個狀況的時候 對每一個人心到底有沒有一些的刺激 或是一些的感動或者是一些的認知 那這個這樣透過這樣的一個教育的時候 大家才知道原來在經過這樣的一個打鬧的過程 甚至有這樣比較激烈的這個這樣的一個肢體語言的時候 那可能家裡面的東倒西歪 讓孩子在這個環境裡面 那可能產生了一種沒有安全感 再跟著黃豐然老師來到台北市的都市再生願景館 這也是他與夥伴的新挑戰 主要是關於都市再生議題的袖珍模型 在展覽館中可以看到他們製作的台灣都市更新發展中的三個重要案例 有台北文靈院 台北南機場 以及高雄城中城 我們這個模型的建制主要不在於說 我們不是強調我們是對於建築怎麼講究這些結構體的問題 而是它整體的氛圍 我們希望讓民眾看了這個作品之後才發現會省思說 那我家裡面的老房子未來的變革會是怎麼樣 如果我現在不好好整修它 或是以後建篩要跟我們談的話 我們會遇到什麼樣的困境 對 那我們可以幫我們自己追 就是把關注什麼樣子的權利這樣子 透過袖珍模型文創藝術的呈現 讓民眾看展時更能融入每個都更案例 當下所面臨的問題引人深思 而對於政府民間持續推動老舊都更時 更深層的人文意涵與城市記憶 除了圖像跟影片 黃豐然老師認為 秀珍模型創作是一種很好的方式 可以兼顧具體意象與人文藝術性 我的想法是說以前的樣子是這個樣子 那這一塊基地以後就會變成現代化的建築 那如果這些老住戶 如果我是老住戶的話 我覺得如果說我回家看到這個大廳裡頭 有一個這塊土地上原本就住立在這裡 五六十年的這些老宅 然後我除了新房子我可以住之外 我回家在大廳我可以看到說 我們家以前就在這裡 這是做一家 做一家這樣 我覺得這是一個記憶的連結 而且這個連結它除了建商 我覺得它可以扮演是一個軟性的東西 跟住戶之籤的一個磨合 你可以講故事 搞不好它就會變成是一個觀光景點也不一定 就是城市走讀的這種景點 黃豐然的秀珍模型文創藝術作品 不但帶給民眾讚嘆的視角 同時也珍藏豐富的人文情感 也讓記憶更有溫度 讓美好的那一刻時光 凝結在你我眼前不斷湧現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 眼界一定為真嗎? 我們換個角度來瞧瞧 所以記住眼界不一定為真 科技進步人人都可以是記者是編輯 有字有圖有標題越聳動讓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無聊來玩玩而已 另外還有照片合成技術造假就更容易 還有現在很夯的AI技術可以移化節目 不是他說的都會變成他說的 那該怎麼辦教你簡單小貼固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這會不會是假的 二養成查證訊息的習慣看看新聞來源 作者還有日期更要通過各種管道來查證 破解假訊息行動四步無藥 不要只看標題不要分享不要按讚不要驚慌 要查證要查證要查證 中家集團關心您 這幾天雨勢不斷 既用是在線多處災情 其中暖暖街280億項災情是持續擴大 市長聯誉昌特別前往勘災 希望加快土石清除並披建飲水系統 另外華新一路因為道路貪方造成居民連外道路中斷 消防局弟兄以倫利的風勢將受困洗射患者送出酒衣 挖賭機不斷將土石挖出 這裡是基隆市暖暖街281項重災區 由於雨勢不斷災情擴大蔓延 10月17號晚上從281項64號起一樓 包括宮廟及倉庫公司間店面都被土石侵入 有住戶說昨晚一個小時連繃三次真的好可怕 昨天早上還沒有對不對 昨天早上還沒有 昨天我下班一點多下班都還好沒事 然後早知道 對啊 人家就痛吃了 一個小時應該繃了三次 所以後面都是離子 後面全部都離子 後面全部都離子 我們這邊 我們那邊剛你們有看到這次二樓 我們是住二樓邊間全部都差不多回了 金融市長林又昌再次冒雨前往勘災 並向受災民眾說明災後處理方式 包括針拍運土車加快土石清除進度 同時在左右兩邊各離出水路 引導山水降低山坡含水量 避免災情繼續擴大 清理的動作已經在進行 那我們已經確定 今天先把水路先倒開 那不要讓這個坦塌下來的這個泥土層 含水量一直處於一種飽和的一個情形 那今天會先處理我的右手邊的這個區域 那明天會處理左手邊的區域 那讓水能夠盡量的流出 然後爭取時間 然後讓後方的土層能夠比較穩定一點 那另外就是這個地方 因為旁邊還有可能有這個坍塌的這個泥土層 所以還要進一步的觀察 如果雨是持續的大的話 它還是有可能會坍塌 所以後續的話 我們還要跟地主也要進一步的一個協商 也就是後續在這個地方 可能要規劃設置一個塵沙池 才有辦法把整個危險的一個因素把它排除 至於冷暖界281項受災住戶安置問題 金融市政府方面強調 江市受災戶需求架已延長 請住戶不用擔心 災害救助金部分 則由冷暖區公所派員進行調查 符合資格者會緊速發放 希望燒解受災戶燃眉之急 另外金融市長林又昌 將10月17號傍晚也到華新一路查看灘方狀況 由於這條居民唯一聯外道路 道路中斷 10月18號消防局以能力方式 將受困裡面的洗身患者搬運出來就醫 林又昌表示 包括屁肩便道等災後復健工作 將等與事緩和後緊速進行 還在裡面的一些住屋 因為用水跟飲食糧食的部分都充足 所以基本上生活上沒有問題 那我們現在已經從旁邊開闢一條 人可以走的一個便道 所以通行的話基本上沒有問題 那同樣的也是必須等到七堵山區 雨室燒歇 那那個地方的一個路跡 才有辦法進行重新修復跟復原的一個動作 記者張綺藤金融報導 而在七堵區東新街143號營造場及公寮旁 也發生了大面積的土石流 多部機具遭埋 還好10名人員即時投出 另外暖暖東市街旁也發生了土石崩落等災情 立法委員蔡世映一一道場勘災 居中協調軍方支援 大範圍的土石流讓人看得觸目驚心 這裡是基隆市七堵區東新街143號營造場及臨近公寮 因為雨勢不斷 10月17號晚上發生土石流災情 幸好現場實名人員即時逃出 不過有許多機具遭埋 業者損失慘重 這些政策單位人不能幫我 是幫忙把土方趕快清出來 讓我解救那些重型機械在裡面 因為我裡面就有四台怪手 有十三台三噸半 然後還有五台大車 還有轎車四台在裡面 我幾乎整個一兩千萬的投資都在裡面 我想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立法委員蔡世映得知後 前往未問周遭住戶 並請國軍來協助清理土石 同時也邀請大地工程祭司 評估現場是否有持續崩塌的危險性 釐清水土保持的問題和養護的責任 第一個部分我們請我們的區公所 市政府跟軍方 聯合盡速把整個災區範圍的 土石流的部分先清除乾淨 讓我們的這個居民 在生活上能夠恢復正常 那第二件事情我們也有請市政府 趕快聯絡嘴寶記事團的顧問們 來到現場來評估後續的安全狀況 是已經冰波打到穩定了呢 還是持續有崩塌的一個危險 那第三個因為我們剛才了解一下 來初步了解這個土地所有權利的職位 所以我有聯絡國山主的部分 請他們先來了解這個土地管理的狀況 那務必要把民眾生命財產的部分 以及我們的這個山坡地的房屋的部分 這幾件事情我會要求他們 進步把快點時間完成一個工作時間表 然後把這些相關的事情把它完成起來 另外在東四街133-1號旁 也發生土石坍塌阻礙東四坑溪河道的情況 幸福華城最上層 則有大量砂石堵塞排水溝渠 形成路面浸流 菜市印也逐一前往會堪 並行大地工程技師提供建議 包括東四坑溪河道疏郡及邊坡整治 幸福華城部分 則清理排水溝兩側土石 並在三側加裝防護網攔截土石 那林務局剛才要表達說 這個面積比起上一次更加的擴大 那他們會儘速在兩 我有要求在兩週內完成整個案子的核定 然後最後最後請他們這個大地技師 來做後續的工程的測量 那裡面比較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它已經嚴重的侵蝕到河道 造成了河川的改道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會再跟市政府的河川課協調 就河川的部分也要重新來數據整理 配合的邊坡整治 而才能夠讓這個地方能夠解決 避免我們的民眾的生命才能受到影響 記者張啟騰金融報導 雲街萬聖節 金融有一間新開幕的飯店業者 特製了搞什麼鬼萬聖節套餐 以及萬聖節的專屬房型 希望在後疫情時代搶供商機 滿滿一桌子的萬聖節大餐 有裝點成栩栩如生的眼球沙拉 黑暗蜘蛛網的南瓜濃湯 還有黑色血滴子 烏魚海膽 墨魚麵不論視覺味覺 都營造恐怖氛圍 用了季節的海鮮 然後搭配海膽醬 然後搭配現有的烏魚籽 然後所搭配出來的菜 第二道的話我們眼球肉流的話 我們搭配我們主廚特調的肉醬 然後搭配我們的牛肉丸跟豬肉丸 做成的肉球 迎接萬聖節 進隆八豆子一間飯店 將餐廳變身成搗蛋鬼的城堡 每個角落都有萬聖節應景的布置 邀請民眾穿上萬聖節裝扮 參加票選 就有機會拿到餐券 提出的套裝內容 除了含我們住宿有專屬的布置之外 再來就是我們的餐飲的部分 我們有提供萬聖節的套餐 這個套餐有四樣主菜可以挑選 而且在10月底之前 你只要報名這個套餐 我們還加碼送秋蟹 另外我們這個套裝裡面 我們會含兩張海科館的票券 一張是智能館 還有一張是主題館的票券 所以大家來這邊旅遊的時候 還可以順便去參觀海科館 除了餐點還有萬聖節的氣氛 樓上的房型也很應景 打開房間各種恐怖裝扮的布置 搭配超大的陽台 可以俯視八豆子漁港 誰說過萬聖節一定要人幾人 大家可以往外看 這邊其實可以看到 一點點的八豆子的漁港 然後後面這邊就是海科館 而且這個陽台是 這間客房的專屬的陽台 所以你可以帶你的親朋好友 還有帶你的家人在這邊享受 坐在這邊 看你在那邊看星星 或是看海 都是非常舒適的體驗 在疫情復甦之際 業者大搞創意 邀請民眾來 基隆八豆子搞怪過節 要搶工萬聖節商機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近年來市政府整件 在校園內的圖書館 與社區共讀站結合 設置比例不但全國最高 更高達51%的圖書館 對外開放 不少高質感的共讀站 深獲好評 其中地內國中圖書館 經過美學計畫改建 啟用一年多來 深受師生喜愛 以漢墨書方為名 極具質感 讓人急速沉浸書箱中 這不是西巴克 也不是成品 而是地內國中的圖書館 以漢墨書香為名 期許學子悠遊浩瀚書海 我希望就帶著孩子進來 就是他們有目的地 在做閱讀這件事 那也希望透過我們 帶他進來這個空間 讓他感受到 這真的是一個很適合 讀書的地方 那有一天他自己下課 雖然他們是辛苦的九年級 他們也可以下課 或是閒暇之餘 他們也可以到這邊來 做一點閱讀 那我覺得閱讀 其實是一件很自由 也很輕鬆的事情 就是你可以用你的方式 跟作者對話 那這次我希望學生 進到這裡 可以感受到最好的氛圍 不只是沉澱心靈的休息站 還融入了教學 更多功能 九年級孩子 剛模擬考完的作文 經過老師修改及建議後 孩子們討論 查詢資料 朝目標 六級分邁進 那為什麼今天要進到 古書館來 我其實會看到一個 比較大的問題 從外型動作互動 可是從道路不知道那隻狗 到底怎麼樣 紅磚搭配默黑的梁柱 木質書架上 書本安坐 打上燈光後 讓人沉醉其中 108年 共讀戰經費如願獲得後 將平凡無奇的兩間教室 打通成寬敞明亮的閱讀場域 漢末書方就是給我一個 很溫馨的感覺 我看著看著就是很容易 就進入到 宇宙的一對一談話的過程 因為這邊氛圍是比較平靜 所以讀書就是很容易就看得很露民 這邊讀書氛圍很好 就有一個很溫馨的感覺 漢末書方是校園中最漂亮的地方之一 因為漢末書方的環境很安靜 也很寬敞 所以在漢末書方中 可以讓我心平氣和的讀書 在這個圖書館裡面 就是有很多的書籍 然後可以任你挑選 然後位置也很多 就可以讓大家都一起讀書 一起享受這安靜的氛圍 我很喜歡漢末書方帶給我的感覺 它讓我覺得很舒服 因為這裡採掛很好 而且感覺書也很多 也散發了淡淡的書籤 這裡也是社區共讀站 會開放社區民眾來借閱 也會邀請講師分享 基隆文史故事 更是學校老師開會激盪創意的場所 還有與家長讀懂青少年新式的殿堂 透過這神奇的漢末書方 開啟孩子與作者的心靈對話 記者蔡小君採訪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NN輕鬆電台96.9 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請問您的資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